導入PDF 我們在插入功能表的第10個功能是導入PDF 那PDF做什麼呢? 如果你有很多PowerPoint的檔案 或是Word的檔案 你想把它轉成APP 給手機頻滿用 先把它轉成PDF再過來 好,我們拿PowerPoint來做示範 這裡有一個真的蝴蝶館 裡面是建國國小陳師生主任他所拍攝的一些蝴蝶 當然這裡面的資料都是他的 那總共有7頁喔 那我想把它放在我的APP 那怎麼辦?最快的方法 在PowerPoint點選檔案 再來點選儲存並傳送 這時候再來點選建立PDF 再來點選建立PDF 那我們放在我們工作資料夾 一個真的蝴蝶館 對不對?然後把它發布 把它蓋掉 那這時候呢就是把PowerPoint的文件檔轉成PDF檔 全部有7頁喔 好來,那我們回到我們的 怎麼叫進來呢? 插入導入PDF 好,原生的PDF 那高清的當然也可以 在西詞雷劑的Word裡面 這是我們剛轉 你看這是PDF文件檔的格式 是PDF喔 開啟舊檔 這時候呢它自動會 建立一個新的結 然後把每頁簡報檔 全部PDF全部放在每個頁面裡面 導入第7頁就結束了 怎麼會出現8呢? 我們回到上面來看 捲軸拉到上面去來看 因為第一頁它會把你留空白 所以我們按右鍵可以把第一頁做什麼? 刪除這個 好,那再往下走 好,就全部7頁了 看見了吧 對不對 那我們來預覽看看喔 切換到頁面的功能 再來點選 預覽當前 所以呢 我們很輕輕鬆鬆的 好,下一頁 這是下一頁 這個是上一頁 好,那點右上角這個呢 出現選單 這邊可以快速來選 喔,看起來很炫 對不對 這是這個按鈕的功能 好,點選下一頁 好,那很容易可以把PowerPoint的 或者是Word的文件檔 轉成我們手機的APP的應用程式